酸菜魚的份量 真的是一個小到一個離譜爆炸 比一個陽春麵還要少 我絲絲目目心心念念的生蠔更誇張 我點的是生蠔 你知道他來的東西是什麼 他給我來溫生蠔欸 劉先生控訴在外送平臺上 點了一份酸菜魚外加生蠔 花了近千元 但對比平臺精美圖片 生蠔又大又飽滿 原本應該要五顆 送來卻只剩下三顆 生的直接變半熟 想找店家卻投訴無門 欸 看起來超詭異欸 像是地獄來的食物 結果吃完後面 差不多過十分鐘左右 我就開始拉肚子了 我想說我要去投訴店家 結果發現我去Google上面 搜尋店家名的時候 我找不到 分量非常少啊 然後吃了還拉肚子 懷疑餐點不新鮮 Google map搜尋平臺顯示的店家名稱 卻根本找不到 也讓劉先生懷疑店家只是掛名 依循平臺上提供地址 直接找到疑似出產地點 我們實際來到劉先生 控訴的這家外送平臺店家 實際來到這處地址 其實可以發現上面的店名 跟外送平臺上面完全不一樣 來到現場鐵門拉下門營業 雖然同樣是賣海鮮 但店名卻大不相同 致電詢問店家無人接聽 投訴的劉先生表示 後來有向平臺反映 有收到全額退費 並加贈三百元消費點數 但針對疑慮 外送公司也表示遇到類似狀況 可以透過客服管道 跟訂單商家進行確認 只是民眾擔心餐點是來路不明的廚房出餐 如果不小心食物中毒 恐怕求償無門 蔡英宣黃英凡下方民桃園採訪報導